这里是中国大酒店 在上边还有巴士 在这个位置进去的 有巴士去香港 鸡挺好吃的 它不是肉肥鸡 咬下去 直接进去 那你试试进去 现在进不了了 有保安 有保安在这里守着 那种感觉 你看 你700 你比住居家好 不是呀 200 为什么你会抹到700 今天是700 500而已 584 中国大酒店 在这里已经见到地铁的纸 接着到今天买的寿司 现在早上9点未够 吃早餐 早餐是这些 这盒寿司多少钱 26元 有两粒三文鱼 有15粒 鲜鱼 还有小卷 还有4粒 这些小鱼科 这26元 划算不划算 划算了 你当它是10粒 那两粒小的 还有三粒是多少 两粒是一粒 如果你变成在外面吃 那你这五粒是五粒 我当然要先试一下三文鱼 早餐吃寿司 真是刺激 昨晚回来 放了一晚在冰箱 这些天气没问题 他们永旺的三文鱼是挺好的 老婆喜欢吃这个 她的饭是煮得很紧实的 对 寿司狼那些散 寿司狼还要教你如何吃 如何夹起饭 再放进去 不懂 别人是瘋的 其实过了这么久 我现在不怕说 老人家最幼 我叔叔和七叔 以前在一德路 做大米代理商 他们吉之岛 供货给吉之岛 然后呢 当时他们是用 一个日本的牌子 叫华藤米 现在我七叔 已经退院了很多很多年 我都不怕说 其实就算在做也不怕说 所以那些米 是比较有保障的 都是用日本米 当时我现在用 煮好事也是 这些都应该是机制 不是手渣的了 寿司机 很实的 它确实有点离谱 好像这些 至少这些 是很容易散的 这些一夹就散 有些不漂亮的 它又没有 是吗 这粒挺好吃的 我给它吃了 你吃一个 我吃一粒这个 这个呢 这个 其实不需要怎么试 因为这些没所谓 嗯 它那些饭 夹得很实 这个是什么 八爪鱼用章鱼 章鱼 嗯 它的鲁鱼 也是用顺德铲的 我之前说过米 我猜的 我记得当时也是 它不是 日本运来的米 它是在东北 种的米 大在日本公司的 那些 夹住那一塊吧 好像黏在上面 壽司狼脫了幾小 我知道 壽司飯會散 壽司狼 不是這樣的 他有一瓶豉油 叫你擠在上面 夾 在這裡我可以這樣 轉了很多一段 訪問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楼花楼 事情是这样的 我不是经常说 随时出发去香港 签注很快 我们一家三宝就打算去香港 但有个小问题就是 昨天早上 我家里的楼下派出所 办整中心做签注 但为什么呢 签不到 总之就签不到 他说报错 又说要什么时候才行 我已经打定输数了 后来就上网查过的资料 不如过来人民路 办政中心看看 为什么呢 昨天我在那部机器看见 派出所吗 派出所我没有录影 我傻了吗 旁边有位先生 不知道办什么事 他会有自个机 打一张单出来 那些机器可能太旧 没有人维护 不知什么原因 当时保安哥哥不懂设置 他在里面 卡住了 出不了 我心想 这么多流 这么化学 我们说 真的 会叫做 所以 就不死心 就过来这边看看 在出发之前 我们计划这次香港旅行 明晚前退 一切顺利 希望顺利 我们走吧 这里是中国大酒店 在上边还有巴士 在这个位置进去 有巴士去香港 我们这次是驾车去深圳 对面这里就是以前的交易会 也有展馆 有很多餐厅 在这里进去 有星巴克 又有海仔露 又有快乐小羊 很多餐厅 很多好食物 我们才扮了正在港 在前面往右转就可以了 这个办政中心 即使是放假也好 上一次 不要说即使放假 上一次 我们来这个办政中心 都是有工作人员 站在旁边指引你 但是我昨天家里的楼下 就只有个 不知道是附警还是民警 我不知道 他看不太好 只是保安哥哥 没办法 问不到 我都不想去问 希望一切顺利 这里就是楼化中心 即是以前的交易会 小时候 当这里还有交易会的时候 都会来这里买东西 跟姑姐 姑姐会来这里买东西 现在变了很多餐厅 四季小馆润 好像是米芝林 怎么都可以 海底拌火窝 又或者超市 各种都有 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方斌馆 在附近几个大酒店 其实这个是相对冷清一点 因为它有时候会接待一些外奔 即是外国人 外国政府 来广州 学习 参观 交流 都会安排在这里住 因为是市中心 至于面前这里 正在做地铁 最后卖尾阶阶段 就有三个月 它就要收工 就要开通了 看到已经有地铁站 整好了 对不对 我相信下面已经是最后测试中了 年底铁站 年底铁站就要开了 游客住这边也好 这不特别是这种有情话的 25年先 让它地铁做好 这条地铁做好就爽了 环玫线 好像就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 好像是这个 错了 11号线 楼花路站 不好意思 还有一年了 26年才结束 以为24年底 24年底是做好哪一条 每年到年底 都会有一条地铁线做好 不记得了 好像很远 不死心的我又查过了 是24年底通车 11号线 没错 可能那里还有另一个站 有些出口 还没做过诸如此类的原因 这条写着 11号线 是不是 说得很快已经到办理中心了 看看能不能够 能够好就可以了 能够好就可以了 没什么所谓 其实有很多餐厅 在里面也有客家菜 坐到满 除私 是除私 搞错 哈哈 未够中开门 我们可能等着会去 澳门街食 吃过葡萄鸡 还有之前有考虑过去澳门 因为澳门比香港小得多 我想再去澳门 澳门不住一晚 即是在澳门住一晚 找三床房 租两间 三个人可能住不了 哪里逼得下来睡在地上 到时就算了 十一不好了 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顺利 全部搞定 去不去就决定权在我们手上 或者明天睡醒觉不想去就不去了 这就是想走就走的好处 我怀疑昨天在家楼下的派出所 那部机器是没有接网 那不就是我们上次去中山才签 是啊 没理由 签不住 我来说一下什么事 因为我上次去 它是一个限期 我选了三个月 那三个月的签注 是用到二四年十一月十二号 放在这部机器上 它写有效期是二四年十一月十二号 按道理去香港 只要你今天去完 广东省居民 今天去完 立刻签得到 明天再去 很多次都可以 好像每天一次 澳门就不行 澳门就防沉迷 香港的话 广东居民就可以这样签 深圳居民可以一签 就每天去 每天都可以 但没理由是不行 难道这么脾气 这么麻烦做事 没理由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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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已经签到澳门了 真是爽 我觉得那些机器要放在陈家祠 放在陈家祠 陈家祠的机器太少了 人太多 这里人都没有觉 这里眼望下去 起码40部机 只不只 因为里面我不能录影 陈家祠那里只有三部机 那里最多人 对那里最多人 更多人 海珠北路那里 那明早九点钟出发 去到食中午饭 我们已经计划好去哪里 深圳我们应该会去皇庭广场 吃烤肉那些 又或者去上次那个 潮汕牛肉火锅 哇 那个好 又潮汕牛肉火锅 吃得太多了 你看一下 快点看一下 正的 那我们现在去吃澳门街 现在去澳门街吃夜 在东方斌馆 学来 东方斌馆 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做 就是前面 澳门街 现在差点点 够11点 现在就是 什么公园 楼化公园 好了 倒了一粒 不是我上次经过 他还有做 不过未够钟开门 现在差不多11点 人家在门口站 南可渔村还有在做 真是难得 南可渔村 南可渔村 我进来了 他这个碗块 竟然是这样的 我进来的时候 我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放薯片在桌面 这个是不需要再烫的 这个意思 哦 拆开了就是这样的 拆开了就是这样的 喂 我这个 但这个也是胶 但是他一样是给你一个茶壶 你再洗 都洗一下 在出发之前 其实 应该是 11日到今天这几天 我一直都有看着这个 假如明天我在这个时间出发 那明天 今天不塞车 不代表明天都不塞车 不过至少现在 两个小时都不用 就可以去得到深圳 我们是订了在这个酒店上 这个是民宿来的 有三床房 楼下又有大停车场 还有有充电车位 那都挺方便的 就是这个 那是用这个价钱的 两天 我扮政之前 跟老婆有说过 如果去不成香港 但是又想找些地方去走 那不如去澳门 但是澳门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 可能它会 第一 橫琴停车那边不便宜 这个其一 其二 就是如果在澳门住的话 可能会更贵 但是我觉得 好像澳门的女儿 没有去过那些葡萄的美食 很好吃 澳门呢 你是不会找得到 有三床房的 而且呢 这个价钱是很贵的 哇 终于找到澳门 我们上次住的酒店 是双床房 是吧 虽然小 但是价钱很适中 300元不到 大家猜一下 多少钱 822元 三倍 差不多三倍 两倍多 8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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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酒店当时很满意 两个人住那种 因为地理位置极为优 优势 很优势 现在还有大床房 822元 澳门 全部我看到都是四位数 有一个宾馆 900多 哇 独餐牌时间了 我们要吃澳门菜 澳门就不去了 除了澳门菜以外 还有很多这些 粤菜 当然要做这些才能做的 这些就跳过了 咖喱珍宝蟹 试驾 又或者胡椒珍宝蟹 试驾 咖喱龙虾 试驾 我们会吃 葡果鸡 咖喱牛腩 78元 不贵 以前吃过挺好吃的 咖喱九折虾 咖喱虾 咖喱鸡 都有 肥峰糖大虾 这个是咖喱大虾球 很多虾球 手指鸡又有 葡果鸡 我们吃葡果鸡 哇 我想吃葡果鸡 葡果鸡 不吃咖喱鸡 咖喱鸡的女儿都吃着 葡果鸡她还没吃 差不多味道 不是的 有不同的 还有很多 烧尾菜 这些就 大多数都跳过了 奶酪烤羊排 可以考虑 先带着购物鸡 一是羊排 一是那个 什么 还有 酸辣雪花牛腩 这些粤菜跳过 来到这里 没理由吃粤菜 对不对 有很多粤菜 先头看对了些什么 一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芝士开鲜 哦 这些排 鲑鱼就可以吃了 对吧 啊 紫然羊肉串 什么叫做葡萄菜不多 通菜 38 有那些披萨的吗 有披萨的吗 有 披萨都没见 没有啊 我在这一页 找到了 吃葡萄 六只起 六元一只 两只起 那就叫 三只 三只 还有 猪仔包 又或者披萨 他送了上来 跟我们在大塔普 买到的那些 没什么不同 跟澳门比起来 那当然澳门那些 美好多了 分化的 真的挺好的 但始终都是 你跟澳门那个比较 没办法比得到的 比较这样 是不是 那个 那个真是好吃到 它是有些焦糖 澳门那个 还有呢 外边这个 那边呢 烧到很不规则的洞 嗯 吃这个顶着洞 嗯 都很香奶味 哦 他说澳门那个 你没说去到 嗯 长沙 吃白切鸡 天河白切鸡 和荔湾都给 都 都好像 啊 不太行 没有几个 是 没有几个 那个 那个 安德鲁 还是马加烈 我忘记了了 总之那两间 很怀念 等它迟些 酒店没那么贵先 现在太离谱了 太恐怖 比香港更贵 更贵 更贵 香港 然后呢 女儿就问我 喂 过关会不会很多人啊 现在先进 深圳大城市 只是大城市 就是 i口岸 这个APP 上面是看到哪个关闸人多 有多少人 就是这样的 我们就计算在福田口岸过了 试情况 这条人行通道 我只见到 就是这么多人了 对不对 外边就是这么多人排队 里面 这里出境通道 多一点 这里不准备拍摄的位置 就是这个 也就是这样 对不对 还有预计 出境入境加上 21分钟就完成 进去现在 21分钟就能过关 就罗湖了 也就是这样 27分钟就能过关 好 接下来呢 就到这个了 这个是 是 蒲果鸡 其实我没想到怎么吃蒲果鸡 我不知道蒲果鸡 正宗的东西是怎么 我们下次再试一下 再来 还有这个是 花胶 金汤 云姓鲜花胶 58元 这个可以 再来 还有炒饭 炒饭 也很好 海鲜炒饭 还有一个 是热的 很热的 不是热的 是辣的 吃一块鸡 不行 好热 等一等 好热 先吃这些 先打烤 等一等 先试一下炒饭 有不少来 你看 有虾 有魷鱼 有些 这个是豆角粒 很多都有的 要先试一下 蒲果鸡 究竟澳门的蒲果鸡 是怎样的呢 还有究竟在蒲果 是不是会有蒲果鸡呢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 不知是没有 蒲果是没有蒲他 是的 蒲果即是葡萄牙 应该是没有蒲他 这个鸡挺好吃的 它不是那些肉肥鸡 咬下去 嗯 小小实实的肉 那种的 不是的 但是椰奶香就不算很浓 但是 这样的价钱 在这里又问问各位 澳门的观众 去哪里吃蒲果鸡好呢 没有他 一定有的 炒饭也不错 我很喜欢炒饭 它的鸡蛋 是见得到鸡蛋的 嗯 海鲜炒饭 有些少少菠萝 我最初以为是放在菠萝里面 不是的 这样 因为它放了海鲜 那些鲜虾 即是雪藏虾仁 来的 但是也有一些鲜味 将这个葡萄牙 做到好像粤菜餐厅 那样 曾经在疫情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疫情原因 有时候是他们经验的原因 还是跟酒店那边 微协相好 它结业过一段时间 后来 很快又重新开了 之前澳门街 这个餐厅 在广州的天河也有几间 很火爆 在环市路那间我又去过 当时 阿菇姐在加拿大餐厅 我们都去澳门街吃的 好像又试过一年 垂直的 年三十晚饭都在澳门街吃的 吃过一年 现在就好像分店不到很多 原来有很多分店 首先有 我们现在叫东方斌馆分店 西门口第二站也有 富邦中心 五月花广场也有 领展广场也有 全部都是我们平时喜欢去的那些店 很多 东山雅竹 富力新一城 即河珠城那里 阳阳斌馆是在环市路的 黄八新一城 别人说 人家生意不太好 不是的 挺好 六七间分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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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跟那时比 最辉煌的比 是 增异了一些东西 炒饭挺满意 几个饭粒 不算是很硬 但肯定不会很软 不干爽 没有咖喱 没有那种咖喱的辛辣 汁 不是咖喱 跟咖喱不同 不怕它是黄的色 不知道 那边是可以吃的 嗯 咖喱是有些辛辣的 是 都是香料混合 不成的 是吧 就到这个羊肉串 二国风情美食特别多 这个应该不是烤 这个是炸的 不过都正常的 羊肉串这些餐厅吃得好些 外边那些一串串 北京路那些 我们从来都不会吃的 我们从来都不会吃的 嗯 嗯 这个羊肉串 你要去回这么多的餐厅 嗯 应该是真羊肉串 比较有保识 嗯 嗯 你最好就是去新疆老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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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可以 可以 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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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鸭肉代替羊肉 用鸭肉代替羊肉 很多 很多 炸或煎 煎 我认为是煎 因为它有不同层次 继续吃这个 我还没吃这个 这个是花胶 有少少辣 融合得很有趣 下面的汤是金汤 这个下面是花胶 不是很漂亮的 楼花路附近 其实以前是很轻旺的 因为通往火车路 所以火车站 这里经常会塞车 但是因为整个 过楼花湖隧道 又整地铁 一样一样加起来 就搞到这里 不关系 不关系 主要是 内环 不要说它是实体裸部 全部都在网上发布 还有你现在做这些衣服 你批发的不太好做 嗯 你以为以前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以前我还很小 有很多女朋友 其中一个女朋友说 不是 是这么多女朋友 中间其中一个 说 她说 加以很多 蚀仔有很多 蚀仔反而少 蚀仔反而少 全都是加以 另外那几次已经清晰了 2点半至1点半已经有很多人 我们现在在行这个路叫人民北路 人民北路是一条很有趣的路 它是被东风路截开了 人民南、人民中那边就容易闹得多 反而一来到人民北路就变得很难清 人民中路、人民南路比 是不是差很远 其实人民路也很长 广播电视台 前面就是电台 对 不过它们都归了电视台馆 我们进过去 你进过去吗 我女儿进去 表演节目 不是啊 是那个 才艺大表演 你知道在哪里吗 东方宾馆 对啊 东方宾馆 我们叫广东广播电视台 通常我们会叫省台 但是那个台呢 就是指收音机的意思 合拼了嘛 是啊 它们会叫熔媒体 熔媒体的意思呢 就是你会有网上的广播频道 有收音机的广播频道 又有电视机的广播频道 现在有时候开车都会听收音机 这个台听得少一点 通常很多时候都是听重播 网上重播的 不会听现场的了 但是呢 多久没试过用现场收 即是用那种讯号 是不是叫做易结管 还是叫什么 来这样听收音机 很久了 合拼了什么叫电台 以前还有那个讲交通 是不是叫路路通 六八八十六号 反正我知道 因为我整天写信去电台 文德鲁 电台的 文德鲁 人民北鲁 人民北鲁 就是这里 因为以前我整天听电台 然后写信去电台 然后它读了你封信出来 然后点歌 以前还要写信点歌 现在就是在微信APP 点歌就可以了 是可以的 我们有时候回广州 开车 听到收音机 主持人就在这里讲 不过我们听的是 花果山 即是广州台 喂 这里过马路 刘花湖 刘花湖 究竟是谁才对 妈妈教刘花湖 应该是刘花湖才对 那我们去看白宫 还有这里有很多猫咪 不知道今天这么冷 猫咪就这样走出来 今天凉爽了很多 是不是那里 进来就看到了 白宫 应该是荒废了 那个方向 很舒服 舒服点天气 这样的天气去香港舒服 在街上走走也不会觉得有趣 哇 那个白宫 好像不能去 那里 但是这里没得上去 这个地方 尽管我 那里 就是浪漫的 终于可以去到 但是这里不能进去 曾经有人 是在这里守着的 终于让我查到资料 因为过来之前 其实是没有打算过来 我们拍摄也是这样的 原来这里最粗 就叫做数红角 数字的数红色的红 原来这里解决反承之称的 就业的温馨之地 那么有趣 相信我们的观众可能会知道 是怎样玩的 到了1992年的时候 你们还知道什么称 这里就变成了一个餐厅 很有欧洲古典风情的白宫 在这个角度看 已经不算很白宫了 其实走到对面 正前方的位置看 是白宫 最后就去到唐苑酒家 就入主了这个白宫 但是到了2016年之后 就已经是没有办法 继续经验下去 就荒废了 因为里面 荒废了太久 没有维护 又会有些设施 比较残疚 有危险 所以就不能耐尽 只能在外边参观了 曾经在疫情前后 有说会翻身改造 但是似乎都没有什么明目 不知道最后会怎样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公园 这些是市立的公园 它是不能够有一些盈利性的项目 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排污 就算给你盈利性也好 特批 有些其实是可以批准的 但是这个排污 是一个很严苛的要求 唐苑现在在哪里开 唐苑酒家 唐苑就知道 唐苑很高级的 如果我没有搞错 是我理解的那间 是很高档的 我们曾经去过 我和一个朋友去那里吃过 哇 买单很恐怖 是不是 在革新路那间 星环 星环那间应该也是 那间是吗 应该也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录 总之是贵的贵物 很明显不会说 经不不善 有钱也不怕 应该是不让他开 又或者有很多条件 他不想做到这些条件 换个角度看就漂亮了 连荒废了也有这么多人来拍照 这里是其中一个网红 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轻人 当然其中一个 是因为有他的背景 而且真的挺特别 而且这里其实是很接近西华路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 要走到西华路 在这里走过去 其实不是很难搞的一件事情 可能走到西华路 就过来这里走一下 很远的要走到西华路 也不是的 这么多年轻人 那就走一步 吃饱饱 年轻人有的事经历 据看社交媒体说 广州有很多游客 三分之一在西华路 三分之一在北京路 三分之一在天河 这么说的 如果我看到这些室全都没有 在楼华湖中有很多不同的景点 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都看不到在哪里 连这个景点都不介绍 不写 白宫有写 有 还拍得挺漂亮 白宫 官方就叫白宫 这里还有英女王种树的位置 我们也看过 英女王种树也看过 是的 树还在 首席杖树 30我们去过 去过就看过 就从这个门出去 这个门出去 一出去就是康黄路 康黄路 走前一点 一转左 滑转右 不是 走前一点 已经是雍和 应该是南门不走 应该是南门 南门走过去雍和 就挺接近的 而且如果真的要走路去的话 那么想去 当然走公园 好过走外边马路 走到南门 一出去 过对面马路 已经是康黄桥地铁站 康黄桥地铁站 再走前一点 就已经是西华路 及雍和 很方便 因为我开车走那里 很熟 地铁站 刚才大家看到了 写二五年底 那个是写错的 因为官方说 在二四年底 这个地铁是整好的 事实上也是 看到地铁站都整好 到时候 各位 回到来 年尾 农业新年左右 其实你可以走这条路 尤其 如果你以前 是在广州住过 对这段历史 是很有感触的 接触过很多的话 其实我知道 很多观众都是 很多人流过烟 包括后边的 港交会 先头的白宫 那个白宫 我再查那些资料 是当时为了 1992年 为了交易会 有些外奔来到 广州 做了他那里 做专门给外奔做餐饮的 这样来的 所以做到 外表是 这么白宫 这么勾式 就有原因 继续往前走 就是 中国大酒店 这里是 东方宾馆 其实它里面都有东西走的 还有 东方宾馆 和 中国大酒店中间那段 都很有故事 现在变成麦当劳 就是楼化中心 才能走过 不过因为正常路 大家看看 那个地站 是不是已经做到这样 已经是可以用的了 我可以保证 只是要整理线 各种 因为还有两个月 这里是东方宾馆 东方宾馆 不进去了 我们走一下 中国大酒店 现在走进去东方宾馆 走一下 小时候妈妈也有带过来 不过小时候妈妈带 中国大酒店多些 是这样的 有个故事 是这样的 那时候 还有 我先说的外奔 那个年代 还会用代用券 为什么我们家里有代用券 就是因为有华侨 有阿叔 那些姑妈 在香港 他们会给 那些档券 用不完 据我所知 是可以进去当时 买东方宾 但我用券的意思 就是 有没有观众不知道 我是外国人 我要喝罐可乐 但我一定要喝美版 或者港版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去中国大酒店 买东方宾 用代用券 现在当然没有这些事 当时 香港的亲戚 给了些奶 用不完 带我去 所以 购物 凡凡一些好一点的酒店 都会有一个旋转末 东方宾馆肯定都有 无记错 在这个方向过去 还会有航空公司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么 伊朗航空公司 在这边过去 还可不可以坐飞机去伊朗 不知道 还有一个花园 很漂亮 那个亭可以上去 中间有泳池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去游泳 猜一猜回来 想住一个好小时的酒店 又或者是免费一下 因为以前 我说没有钱 有钱 没有钱就顶着了 有钱也住不了 现在 你猜一下 今天有多少钱 东方宾馆 至少连住两晚 一万的价钱是 五百二十元 还便宜过 我们上次住的那间 那两张床仔 不是说它不好 没得这样比 但是这里 五百元即是一千元 连住两天 比住市中心那些 很小的很小的那些 连锁酒店 还有泳池 是啊 挺舒服 当然舒服 那种感觉 你看 哎呦 那你七百元 比住庭山更好 不是啊 为何你会查到七百元 今日七百元 五百元 五百元 你在哪里看的 是啊 五百元 是啊 至少连住两天 大床房 你在哪里看 美团 哦你在美团 五二二 每个平台都不同 这样 你还有一个泳池 那个泳池 要硬化收费 不知道 你去市区的连锁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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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住酒店不喜欢住那些 连锁式的那些 那些太小 挺好啊 这里 五百元 那些都不便宜 那些 早几天看 北京路看的那些 三百多四百元 那些睡着床 很小 这里就有泳池 不过地理位置 当然没有 早几天看的那些 那么好 但是也是老牌者 地铁站在前面 2号线来的 如果你说 在广州南站 坐2号线 一路坐 去到月秀公园走过来 大概十几分钟 需要吗 五六分钟就到了 是啊 那些连锁地理位置就好 干净都干净 但是真实 你虽然说去酒 你当周没有酒 广州那些酒店 因为压运会之后 开了很多新的 竞争很大的 不到你不装修 是的 不到你不装修 没有好像以前那样 不是 那时八十年代 怎样欺骗人住 三十元晚那些 没有 找不到 那些 不可以 不可以 我现在去和他送走 我先有说的航空公司在这里 伊朗航空公司 马汉 不是叫伊朗 这块大地战的景 哇 1979年已经有自在餐这么厉害 这个就是当时的情景 很多食物 其实要在香港 拿过来的 当时 国内也没有的 1973年 想去伊朗 你敢不敢去伊朗 现在不敢去 射飞打 这里就是韩空公司 东方斌馆 更大 是的 当你一走完东方斌馆 隔壁就是中共大酒店 以前是八十年代 这个位置拍照很威风 那幢桌 那幢楼是没有的 当时 隔壁就是做外贸的 即是交易会 在这里 东方斌馆 那里还看到那个 电视塔 还有中国大酒店 我们现在走过去 你喝过茶吗 那些同学 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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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吃街吃过一次 还有以前 又是舅舅的女朋友 其中一个 是在里面做部长 或经理 当时 物质不是太丰富 他们做中国大酒店 就有很多下篮 别人吃剩那些 拿回来吃的 那些虾 很漂亮的 在说1986年空母基础站 如果 我说如果 你真的住东方斌馆 沿着这条路一路走 在前面 往右转 就是中国大酒店 其实中国大酒店那里 就是地铁站 这站叫做月秀公园站 两个站去得到北京路 三个站去得到海珠广场 你说是不是很方便 不用转线 就是广州南站 有泳池 如果你住东方斌馆 五百五十多 就算中国大酒店 其实也不贵 五百多元而已 其实两间差不多价钱 五百八十四 中国大酒店 在这里已经看到 地铁的指示牌了 如果晚上也可以出来 喝一杯酒 还有 还有 在前面 看到红色那块牌 其实走进去 有巴士去香港及澳门 应该是中旅巴士运营的 是叫澳门 是叫澳门 澳门 不是叫澳门 澳门 这里就是冰家必争之地 竟然变了便利店 全家的 旁边是麦当劳 据说当时很多故事 两个酒店为了欠中间这一部分 现在就变了白白白白白白了 在这里 在外面的人民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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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崑馆 高不高 它便大一点 东方崑馆 这边便高一点 现在越高 后期才能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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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那栋 六十年代的升 这里 如果我没记录 八十年代的升 差二十年 差很远 但是旁边那栋 举国之力 又没有说举国之力 总之是国企 这边也是国企 但是当时在港支 在中国大酒店 要坐巴士去香港澳门 就在前面那边 一只往前走 转左便到了 这里也不会舒适 一样是用回这个门 还有如果我没记错 希望没记错 其实现在中国大酒店 和东方崑馆 应该是同一个管理集团管理 这个大堂很明显 和鲜头比 事实上是没那么大 也是会有游客来这里入住 还有这里就上去吃街 如果没记错的话 因为我来吃过一次 当时疫情期间 这边是喝茶 这边是吃饭的地方 自助餐应该是卖给散客 因为哪里有这么多住客 可以的 三二八 我吃了三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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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夜了 我吃了 气派一点 是的 宏伟一点 是的 佔地大 佔地大 至于这里就好像小一点 大家感觉到 也是有泳池的 池叛BBQ 看来它比较聪明 在中国大酒店 它有空中的行温泳池 行温泳池 还有四楼 一样有泳池 吃街 我们去吃街看看 小时候好像阿叔也带来这里吃过一次 后来就先说 疫情时来过一次 当时是做大特价 这里就是吃街了 里面的出品挺好的 哇 挺舒服的 是啊 是可以进来的 喝茶相 坐得舒服点 高端点 就可以来这里了 挺好的 当然价钱是一分钱一分科 什么呀 好 大概是贵过 没有特价的那些茶楼少少 但是记住 五星级大酒店 很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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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不舒服 坐在这里 如果和一些贵宾坐在这里聊聊天 我们有个同事 挺好的 还挺香 哦 这里一出来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解放路 出来就是这里了 挺方便 像我坐巴士去深圳 就是前面的位置 就是越守公园门口 真方便 真方便 另外就是地铁站 就是在这里 看见看不见看不见 走前一点 就是了 F口 又或者这边 也是会有地铁站的 这里 这个位置 今集影片到这里结束了 下集开始就是我们去香港的影片 我们计划第一站 会先去东莞吃烧鹅奶粉 燕烤烧鹅 这样的计划 到时再算 吃完之后再去深圳 留完深圳 睡醒觉再去香港 计划 那当然是 玩到它尽了 下集见 拜拜 1 2 3 3 4 1 4 5 4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